你好 欢迎收看11月27号的关天下新闻 我是陈慧玲 我们的新闻除了会在频道播出 加入关天下粉丝页 在我们的右下角QR Code可以扫描 一样可以观看关天下新闻 新北好事金战奖27号是办理了颁奖典礼 市长朱立伦是亲自出席颁奖 并且和获奖摊商一同制作好事金战高 以高饼的谐音祝福摊商业绩步步高升 鼓励所有摊商继续为市场发展努力 在这场新北好事金战奖 颁奖典礼上市长朱立伦表示 市府近年积极改善各市场的硬体环境 如27座市场厕所改善 以及34座市场共1万多盏的LED灯具泰换 每年减省约40万度的电力 今年更进行市场水电管线更新工程 打造安心购物环境 拆极在里面需要改进 现在也做很多 但是又不够 我叫处长要随时走动 要把我们的市场当作 市民企业的项目 尤其很多妈妈 每天有医療家庭幸福 今天是大家要吃好吃 吃饭 吃吃安装 可以非常辛苦 我们市场一定要成功 就选择可以让这些 好的环境 提供给我们的消费吃 朱利文表示市场是每日食材最主要的采买来源 因此今年的比赛也加入了食安评分 希望摊商除了营造美食更不能忽略食安 也呼吁市民多到传统市场享用美食 更希望借由今天的颁奖典礼鼓励所有摊商 一起为市场的发展努力 今天非常欢喜 跟各位各位来伴奏 我希望我们今天就在 所有的优选的 特别奖的每一个都是奖战 都是真正奖 金赞奖的 跑我们新北的最好的市场 最好的开商 大家都知道吗 经济局表示 新北好市金赞奖 今年首度针对市场特性与定位 进行分组评比 包括观光市集组 社区友善组以及创意特色组 并邀请主副联盟 中华民国中小企业协会 等具有行销经营 观光与环保领域的专家学者 担任评审委员 共有41座市场 108个摊商参赛 继有18座市场 33位摊商获奖 接下来的社长报导